好,來到星期四,哼哼有聲,先說下星期第二收費環節說什麼 第二節我會說回星期二的雙十節 首先要說一些黃標KOL可否做一些基本的收集 黃絲很合理,為何黃絲很容易被黃標KOL 即是老千石、劉細良、沈旭輝、魚龍 因為他們現在把心神放在賺錢 沒有時間做最基本的事實檢查 或者政治基本常識的學習 別人說什麼就算不算 所以老千石說什麼 現在中國外匯流失得很厲害,快要破產 大哥,之前中國的外匯曾經跌穿了三萬億 現在三萬二千多億 有兩個月跌了幾百億,算得什麼 又說大阿灣核燃料就來供應 即是把東西推得很誇張 中國就來玩完了,香港就來玩完了 大家快點移民 所有沒腦的黃絲就會一拼彩順 但當然,其實這裡最主要說 很多人就說,哇,紅樓很多黑人非洲公安保安 有警察阻礙人走 國安法立了之後 鄧炳強、雷麗執行 拜託你們,看上年 一模一樣 這件事在上年已經發生著 大家好像要不就是失憶 要不就完全不關心新聞 當了這些事發現新大陸 另外當然也會說回顧香港在回歸後 慶祝雙十的歷史 我想說,其實以前回歸前後 已經有一種白色恐怖 就是誰再慶祝雙十就會被恐嚇 我想說還有什麼人 曾經很堅持慶祝雙十節 例如我們說邵逸夫就是 邵逸夫臨死前 仍然是身體可行的情況之下 每一年都會慶祝雙十節 另外還有就是 究竟雙十節是否一種分裂國家 其實如果你聽余杰說 雙十節是分裂國家 當然我上個星期也有說過 他完全是鼓吹統一 究竟哪一樣是呢 我都會在收費環節說 當然還有一件事 其實最應該讀國民教育的 就是鄧炳強這些不學無術的人 有什麼理由 你連現在今時今日雙十節 幫助習近平繼承統治道統都不知道 還要堅持繼續搞那些慶祝雙十節的人 我覺得這件事肯定不是 中共親自下的命令 是他自己想出來的 而這些就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還有就是第三節會把新加坡取消這一個 煽動罪 有很多的黃絲蒙蒙蒙 會說我們慶祝 你說你搞清楚 這叫什麼 這叫獨裁轉型 獨裁轉型的意思就是 舊的好似很不文明的 打壓言論自由的罪會取消它 那他會加入一些新的 你知道幾個月前已經通過了這個假新聞化在新加坡 又最近通过了反外国干涉法 既然有一些新的 限制言论自由的法案推了出来 那他就将旧的不合时 而淘汰了 就等于以前在中共 是有反革命罪的 那现在就变成了颠覆政权罪 你怎么可以今时今日 反对革命的人是有罪呢 他自己都反革命 就是呢 麻烦你们了 就是看多些基本的新闻资料 不要那些黄标KOL 你们又说什么 又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 都不去学习 那另外我当然也会说少少 就是什么叫独裁转型 其实普京这些就是一很好的例子 中国呢 现在因为迈向北韩化 其实他又反而不是那么需要 是这个独裁转型 那另外就是 就是这个的 讲香港政府呢 究竟会不会将把刀斩到互联网 而现在呢其实他还是相当之猶疑 就是当然黄标KOL或者移民KOL 就迟早又禁忘了 最好订阅我的PATREON 我心想如果禁忘了 为什么会在你的PATREON上货到金呢 老千经常是醒目了 就你记住用Bitcoin打上 不过我查过德国的法律 Bitcoin应该是 即如果你接受Bitcoin收入 是要报税的了 不过这些我们就迟下 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下吧 那我们第一节讲什么呢 第一节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讲这个打风 因为呢 这个礼拜我都 其实上个礼拜 已经受到少少打风的影响了 那这个星期就直头呢 星期三原本呢 就是录音的 那么也录不到 那现在正在星期四呢 那我觉得呢 都可以回头说回呢 这个这个 就是 暴雨或者打风的问题 我记得呢 以前小时候呢 就没什么暴雨警告的 是有几次呢 因为下雨下得太过严重呢 才开始呢 就 发明了一个叫做 黄雨 红雨 和这个黑雨的警告出来 但起初也是觉得黄雨和红雨 因为除了红乳好像是小学和幼稚园停货之外 其实我们照样要上班 黄乳就更加浪费气 不过你可以当是暴雨警告的一号风球和三号风球 去到黑乳才有点意思 现在其实当我们讲到上个礼拜最惹人争执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当香港落了狗市了 很多片你会看到的士又浸水了 那些的海水有刀罐 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漏水 其实香港的建筑我觉得防水做得好 但是当它承受或者去水量达到饱和 就很难避免很多地方都会变成了水墓间 但是这个天文台仍然坚持不挂这个黑乳 接着之后就山山来池才挂这个黑乳和这个爆风球 结果就有个棚架的女工就死了 那当然大家都会看到一个很著名的一幕 就是那些记者问 喂 你天文台因为持挂了一些恶劣天气信号 你搞到有人命搞出事 你们会不会感到内疚 那个助理天文台长就在这里说 现在什么极端天气什么什么 那其实我都不是说那些什么冷博冷血 喂 其实是应该要拘捕他的 就是如果那些感激梁建徽 或者说 赞重义士这些是因为很凉薄 就要拘捕他们去坐牢呢 就是说那个女警活该死 说应该拘捕他坐牢呢 喂 这些都应该拘捕他坐牢 我觉得 喂 你是鼓吹 因为又是那句 你是在鼓吹那些市民呢 去仇恨你的政府 喂 你有什么理由 搞出了人命 你不可以检讨你们那个 就是恶劣天气的通报系统 又说那些什么就是吃少些牛肉 就是这个是前天文台台长 这些都是很骄傲的人来的 喂 我们一个人去做环保 或者我们现在立刻去做环保 是不是就代表你的天文台 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讨 继续用你这种错误过时的方法 去通报天气呢 但是当然 那个重点 始终都是说一样东西 就是有这个商经局 就说他自己是从来都没有干预到 这个天文台那个 就是落波啊 或者是起风球的一个决策啦 接着有很多人呢 就就是怀疑啦 喂 其实天文台呢 是不是听着这个政府 为了我们那些的 就是经济的损失 所以才故意迟了起波 或者是早了落波啊 就是有些这样的质疑啦 那我先说一样东西 喂 其实从来天文台都是应该要 因经政治和经济的考虑 去宣布这个风球的啦 就是现在呢 说到呢 天文台很客观的而已 我只是看数据而已而已 喂 你明明摆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的天文台呢 是没有任何的权力的 那你只是一个呢 科学数据的详细 就是科学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 气象报告的参考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看数据做人 喂 那个数据就是告诉我 现在还没到八月风球 所以我们不挂得 没办法的啦 那些雨量呢 突然间增加 我们挂不前 没办法的啦 你当然是可以呢 是用一个这样的理由呢 去推卸你的责任 那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你天文台发出的那些 恶劣天气信号 是有法律的效力的嘛 喂 就是有很多人呢 因为你放或者不放这个黑雨 或者这个爆发风球 就影响了他应不应该上班 就是呢 很跪地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教育局局长说 喂 你们那些家长呢 可以自行决定呢 那些子女去花学地方放学 喂 那家长当然知道啦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想两件事情 喂 第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平时是要上班的 那现在你又没挂爆发风球 那我不是迫着要拿个子上班 如果不是 究竟哪一个在家里照顾他呀 是不是你去照顾他呀 第二件事情就是 喂 那些学校啊 当然有些呢 是会惩罚那些 就是不上学的小朋友 影响了他那个的成绩啦 这件事情 有很多家长很着急的嘛 可能影响了将来升班啊 甚至乎呢 尤其现在有很多那些 那些什么校内平和啦 会不会影响到他 就是我们说 可能升中派位啊 或者其他东西嘛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 你教育局负责得到啊 这些就是离地 完全不明白那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你那个天文台就是 握住那个生杀大权 因为你是 你的讯号是有个法律效力的 如果那些的 学校是因为那个讯号 而强行逼那些人上学 或者那些企业被人上班 是承担那个 那个法律被挑战的一个危险的嘛 那既然你是拥有一个 法定的效力 你当然是要因应那个 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去下这个的判定啦 喂 有时就算不是 未到霸卧风球 你就是要挂定先的啦 因为你挂了之后 可能你就会避免了很多那些的打工仔 在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 遇到不标的危险 或者你可以方便到家长 在这个照顾小朋友的时候 他不需要作出一些很艰难的决赞 但是明明下了 大约都要上学上班 就是我当然知道 香港人很喜欢上班 上班是一个问题啦 那但是你又要想起一件事就是 喂 没有人呢 是想在恶劣天气上班的 上班的原因 当然我其实在当日抗争 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当然是因为 现在我们香港那个的 劳资关系呢 是一个很畸形的情况啦 就是老板说了事啦 就是工人是完全no say的 那我其实不是一个阻交 但是我都觉得 喂 这一样东西 你的政府就要找一些东西去调色 调色啦 例如你的天文台就是要 要做这些东西啦 你的天文台就是要作为一个 政治和经济的考虑 令到这一帮的香港市民 不需要是因为 你们那个的 就是恶劣天气的讯号 挂或者不挂 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啦 那但是很可悲的就是 就是我当然今时今日 是不会信这个商经局 是没有去插手去管 这个的天文台啦 不是你干嘛会 就是under商经局啦 喂 如果你是纯属一个科学的一个部门的话呢 你就应该挂在创科局上 因为创科局就是反映回你可以用一些最新的科技 改善你那些的天气预测 你挂得在商经局 那你当然是under商经局啦 而很悲哀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今时今日或者以前的特区政府 从来都是老板说的 那些工联会是废的 甚至乎以前那些泛民都是废的 他们是完全没有承认力的 所有东西都是为那些老板服务 我最记得的啦 就是每一次呢 挂风球啊 那些人就会说 喂 你不可以 就是给那些的市民呢 是太多的空间呢 就是太多的时间躲在家 你会对香港的产业造成多少多少的生制损失的 就是正正因为呢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呢 并不是因为天文台要为经济和政治考虑去挂波 或者不挂波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是作为政治考虑呢 你是完全没有一个市民可以是有赛或者有影响力的一个部分 你作为经济考虑呢 你就一面倒倾斜在这个雇主上面 就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我又不会说香港市民错了 所有东西都是为了经济考虑的啦 那当然啦 他们说的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为了一些老板考虑啦 你不会考虑小市民啦 不会考虑一般市民 那所以有个建议好啊 其实就是说那些 就是把那些天文台那些的职员呢 全部转向露天上班啦 那他们就应该会呢 挂波呢 会挂得呢 就是准确一些的啦 那另外当然啦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呢 某些的移民KOL啦 就扮得很关心啊 现在天文台又怎么样怎么样啊 应该呢 就风球应该怎么挂都被人骂啦 又或者现在呢 风暴是不应该游泳啦 我只问一个而已 关于差事嘛 你现在是居住那个地方 那天你都跟我们不同 不要假扮和我们很新同感受啦 就是当然老萧那个解释也对啦 我有些生意在香港啊 那我当然是要关心香港的情况啦 喂 知不知道打风搞到我的店铺损失多少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有点合理的 不过但是你就不要再说 你自己什么什么回不了香港 就被人迫害啦 你这么多生意在香港 就是代表共产党继续纵容你啦 如果不是就封闭了你的店铺啦 怎么会让你还做生意啊 好了 但是另外有某些呢 假扮了关心香港的KOL 但是如果你香港已经没有利益关系的时候 就是麻烦你啦 不要假扮了你自己 好像经历着打风 那有些东西我也都明白了 就是当那些移民KOL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喂 它越来越越跟香港脱节的 因为它不在香港啊 它不明白那一刻究竟我们香港人 即使它说啊 我有看直播 或者我以前也有遇过黑丸嘛 就是不同的一样东西 是有个脱节的 但是又要这么说 就是这帮移民KOL 现在呢 越来越多客战呢 都是在外国那帮废老啊 或者那些外国的新移民的啦 就是新香港移民啦 那所以呢 他们有他们来 就自己就是 溫回那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黄色经济圈 或者移民经济圈啦 就是说些是跟香港越来越 就是距离远啦 或者是越来越 就是我说是疏离的 其实都没什么重要的 因为反正给钱他们那些人 其实都不是住在香港 但是当然我内心的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你离开了香港 那你做回一个呢 当地的一个的 就是好的移民 不会被外国人增恨的移民已经够了啦 香港不关你事啦 不要再指指点点啦 好了 还有呢 两样东西我想说呢 第一就是 虽然现在香港呢 就不会像有一些很大的暴雨啊 或者一些恶劣天气呢 你就会看到呢 就会看到呢 就有水浸啊 卡卡卡那些情况啦 但是呢 我也要强调呢 其实香港的渠务呢 其实已经做得很好啦 我记得以前呢 在这个节目已经播过一些呢 是香港渠务署那些的影片啦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 就是香港一直以来 都是给一个很大的计划 渠务署呢 去改善渠务工程的 如果你同回呢 八九十年代啊 那时候还有很多山泥倾舍啊 还有比如我们以前 经常都说的就是上水天平村嘛 因为每次呢 这个的下大雨呢 就是上水天平村水浸啊 现在这些这样的水浸黑点呢 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会之所以突然间又会出现回水墓 或者那些严重的水浸情况 就是因为你是没办法 无止境地将那个的去水量呢 是提高的 就是你怎么也有一个的界限在 因为就是资源是有限的啦 那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 喂 香港一年 如果浸一次两次水浸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 尤其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极端气候变化 就是那些人说到这么严重 又说要吃少一点牛肉 不要开冷气那么惨 那其实我觉得 一年有两次三 就是不要说一两次 两三次严重水浸呢 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啦 那而相反呢 又有见到有些黄尸说 哎呀 现在越来越像 郑州啊 中国啊 喂 搞清楚先啦 人家一下雨就立即浸到是去上腰 我们香港只不过是有少少的不便 我不是说现在帮特区政府说话 而是长久以来 我们香港有一个很优良的传统 就是做一些东西呢 是一般人见不到的 但是他都会愿意放不值 我经常说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他们这些大厦的外壳做得很漂亮的 那些马路啊 那些的建筑啊 全部都做得很漂亮的 但问题就是见不到那些东西呢 通常都做得很差 譬如去水道啦 譬如那些室内单位的管理啦 所以呢 我以前回大陆做事呢 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多那些深圳的大厦 哇 这么漂亮的 哇 进去不是垃圾的那些厕所呢 就是骯髒骯髒 因为他们觉得 哎 内部管理是什么要理的 最重要都是外表漂亮 拍到一幅照 可以威的 可以在那些所谓的院内竞争 或者省内竞争呢 可以呢 被人看到我们那个金碧辉煌的外壳 那就足够啦 那我在香港 其实就幸好就是在殖民地时内 遗留的一个传统就是 见不到的东西呢 我们都要做得好 那 而郑州虽然他说什么什么海绵城市 你也要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呢 如果那个政策的执行呢 你是没有民意的监察呢 是啊 可能他有某些的去水道做得很好 喂 但是一落到暴雨 哦 原来隔离区 他就照样是要排红的 又或者某些区的去水 做得好 但是呢 某一些的政府呢 就觉得这件事是没用的 不做的 那然后那些水在隔离的院涌进来 那你就一样是瓜柴啦 好了 最后还想说的呢就是呢 其实呢有很多人就质疑就是商经局为什么会持挂风暴或者是这个暴雨讯号呢 就是因为呢这个的股市的问题就不想停市少了交易量 那我记得呢 现在那个新任的港交所的CEO叫什么名字呢 我记得他叫 就是他有个欧字头的 那那个港交所CEO呢已经说呢 他会考虑呢在这个的黑雨也继续维持呢 是这个的 就是开市了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合理哦 我们经历过这个肺炎呢 已经是大家都明白一件事就是 就是其实可以work from home 那而如果这个的港交所可以呢 是执行到这个 就是在这个黑雨的时候呢 仍然是上市的话呢 那其实我想可能呢 天文台挂这个暴雨警告呢 就会欧冠星的 就是他挂这个暴雨警告呢 或者那个就是就会比较松手一些 那至于八号风球行不行呢 我都有想过 其实暴雨警告呢 也有少少问题 可能有些人 因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 那些商业的大厦呢 如果下雨下得太厉害呢 都是会调制 因为那些防水做得不好 那其实当然啦 你如果作为一个就是trader 那如果是在恶劣天理之下 会令到你那间公司那个trade 那个的机房是坏了的 那我想这一样东西 当然是会有人觉得 在交易上面不公平 所以就会投诉啦 那黑雨我不知道 就是但是八号风球 就可能会有这个危险 那所以我想八号风球 可能他还没考虑呢 是要用这个就是 就是延续这个 就是取消停市的决定 那但是黑雨呢 其实就我觉得某程度上 你可以避免的 就是这些公司就是搬屋 比较是没有那么有水浸风险大的地方 或者防水比较好的地方去做 那其实长远都觉得呢 就是八号风球都应该是要跟着这个方向去做 那但是当然呢 又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有些叫fresh trade 就是说 一定要是那个机房 放在港交手很近呢 你才可以拿到个时间差 不过这些 就是就不详细说了 那但是anyway呢 我觉得这个欧冠星说得好 就是其实黑雨都应该是要继续有这个交易 因为有这一样的决定呢 其实就反而令到天文台呢 去挂这些的风球或者黑雨呢 他的压力会小了 就是我打死都不信呢 他是没有受到这个经济和这个政治考虑 而且他也都应该要考虑 只不过他们那种政治和经济考虑 从来都不在小市民或者是劳工的角度着想 好 这集就到这里